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裡 Santino 郭靖彤在這裡 今天我們就要說 自從在早兩天黑里米亞大橋被炸之後 大家就會聯想起 俄國曾經說過 如果哪個地方或哪個國家 做到一些實質行動威脅到或者打擊到俄羅斯本土的時間 在必要時俄國就會使出這個核武作出反擊 而今天我們就要來盤點一下 在這麼多個核武大國裡面 究竟是什麼人士有權決定動用這個核武器 盤點到歷史的時間 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俄國其實是真真實實的 曾經按下核發射的按鈕 究竟又是什麼一回事 如果把俄國近日的言論再對比這件歷史事件 大家就可以想到俄羅斯方面真的不是空口說白話 稍後回來我們就說說整件事的詳情 再次我為了一個報道 就是堅尼地城對出和隱旋州的水域裡面 停泊著我們中國的友好輪郭 俄羅斯鋼鐵庫商莫爾達曉夫的豪華遊艇價值40億 停泊了沒幾天而已 美國居然發聲 發聲就說你若然容許自己的水域停靠俄羅斯的遊艇的時候 就會大大影響香港的核心價值 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 甚至一眾的香港企業如果跟它有所交往的時候 都會被二次制裁地說 香港回應的組織已經說了 不會也沒有這樣的法權去執行西方的單邊制裁 這次這艘遊艇停泊在香港水域裡面 其實意義深遠 也說明了除了這個世界新的戰略格局之外 無論在經濟和金融都揭示了一個新的格局 轉頭就慢慢為大家報導 再次我為大家報導 就是每當不是美國想針對中國的時候就會玩制裁 有求於中國就會自動玩豁免的 龍門隨著搬 早前因為用中國合金的F-35戰機裡面的發動機 就停止交付 因為說不可以用來自中國的東西 他們有費時的 現在10月跪下了 豁免了中國的合金 甚至說雖然豁免 但是也找到替代方案這麼說 我們一起新潮民和大家深度研究一下 其實所謂的替代方案 所謂的豁免 如何顯得美國跪下之餘也要拿回炸 再次我為大家報導 就是特斯拉老闆馬斯克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台省那邊應該成為一個像香港那樣 甚至更寬鬆的特別行政區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 可以避免中國和台省那邊的磨擦 這番說話就嚇到台灣那邊的政客相繼彈起 呱呱吵 甚至全部都大大聲說 無論民退黨和國民黨都說 台省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真是好笑 台省那邊甚至說要無限期抵制 不用特斯拉的產品 然後還要呼籲全世界民主國家一起響應 不知道他們是否真的嚇到壞了路 在這裡新潮民就為大家說說特斯拉老闆的影響力 在中國的業務和台省那邊過去有什麼過節來陪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再之後就讓我耐力跟大家說說 在上一集格仔又跟大家說了 老美是怎樣圍堵我們中國國產客機C919 以及我們有什麼自救方法 說辭時那時快 正當老美大力要圍堵我們客機的時候 在聯合國的航空大會上 就已經有國家率先說要考慮買我們中國的客機 更加有多達27個國家 跟我們中國簽署了雙邊的釋航協議 也就是說我們不用拿到老美和歐盟的認可證 都可以放心暢遊這些國家的領空 而在這27個國家當中有不少的反骨仔 不聽他大佬美國說 都走來跟我們中國落實這個協議 那這些是什麼國家那麼搞笑呢 稍後就回來跟大家說說 現在有一點公佈的時間 就是我們新潮民為大家密識的大灣區企業管理證書課程 大肆獲得好評 而年尾這一場正式有資料 大家請留意節目的片尾就會知道增添了什麼內容 以及如何報名和上課的日子 另外就是我們新潮民很高興獲得香港友誼藝術文化協會 來邀請我們幫忙推廣一個中國文化的陶瓷活動 這個活動除了世界性之外 也在過去這兩年間增加了我們中國和香港兩地的文化融和 非常之有意義 而且是一個親子同樂的活動 請大家留意片尾就可以知道如何參加這個這麼有意義的親子同樂陶瓷製作比賽活動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做齊新潮民的呼籲三寶 就是訂閱2.0 按鈴鐺 以及在看完我們這個節目的時間利用到不同的平台再播放我們的影片 即使那些影片關了聲音 扔掉一二遍 隨便播放 也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由於新潮民受到平台的打擊 那個情況顯然易見 但是在短期之內是沒辦法擺脫到這個平台 就在這裡有勞大家做齊我所說的呼籲三寶 就是對我們最大的幫助有勞大家 接下來就要說說 隨著克里米亞的橋被炸了之後 我們聯想起俄國曾經說過 萬一俄羅斯的本土是受到其他國家的攻擊或威脅的話 去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 俄羅斯已經說明是會動用核武的 在這幾天因為這件事的關係 很多人都關心到 又或者害怕到究竟俄羅斯會不會真的在必要時候使用核武 這個擔憂當然值得理解 相信沒有人會否認到 如果俄羅斯真的用了核武的時候 是與自己無關的 這件事根本就是關乎到全人類的命運 所以在這裏我特意去到今天探討一下 在這麼多核大國裡面究竟誰有權發射這個核武 而回顧歷史 不算到二次世界大戰臨結束的時候 美國在日本放的那兩顆原子彈之外 唯獨是俄國真的曾經下達過核發射的指令 這件事很少人知道 所以說到俄羅斯在必要時會使用核武真的不是開玩笑 今天我們所探討的話題主要是說一說發射核彈的流程 探討到四個核大國美國俄羅斯英國和法國 今天就不討論中國的核發射流程 首先要數的當然就是最邪惡的老美 畢竟世界上真的在實戰的時候動用核武 全世界只有他 再說論核武的數量 他和俄羅斯是叮噹馬頭的 就比起其他包括我們中國之內的核大國 核彈頭的數量是多出十多至二十倍 究竟美國發射核武的流程是怎樣的 聽完之後我也有點害怕 為什麼這麼說 大家留意到流程就知道為什麼了 原則上美國總統就是美國的三軍統帥 他是有權利直接下達利用核武作為攻擊的命令 因此在整個大原則上來說 萬一美國總統要下達這個指令 要利用核武攻擊別國的時間 美國軍方就必須無條件執行到總統的命令 是不能說不 有人會說 有沒有搞錯 這麼大件事 想用核武 程序那麼疑犀 美國總統說什麼就什麼 其實之所以有這麼簡單的流程 原因都是要回顧冷戰時期的歷史 因為當時美蘇兩國都隨時爆發著核大戰的可能性存在 所以如果假設到蘇聯的核彈 在沒有事先獲得情報的情形下 就已經發射到老美途中的時間 一般來說這些再有核彈頭的彈道導彈 就必定會在一個小時以內 就會到美國的頭頂上 所以在這麼緊急的情形下 他們美國就在這個情況下設想到 到時就不可能給美國總統跟軍方高層開幾個短會才作出決定 因為開得會來有了決定 敵方的核彈都已經爆發了 所以在這個時間根本不容許的情形下 他們就認為政府的決策越短越好 所以就有完全授權到 美國總統是可以全權負責發射核工具的能力 聽起來也挺愚蠢的 他就說到因為美國總統就是美國人民選出來的 所以就代表著美國人民 所投出來的這個總統是獲得絕對的信任和授權 因此就可以由總統代替人民做出決策 而這個決策也是最好的決策 回顧以前 其實美國總統不是一開始就有這個權力 最早的核武器打擊權 其實就是掌握在美國的軍方手中 跟很多普通的工具一樣 沒什麼分別 只不過到了1962年 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爆發了非常著名無人不知的古巴導彈危機之後 那一刻第三次世界大戰就一觸即發 時任的總統尼克遜就認為 萬一軍方那邊沉不住氣 又或者在沒有知會美國政府的最終決定下 而就這樣好像用到常規武器 不小心扔了兩顆核彈去蘇聯 後果一定不堪設想 就在那時候尼克遜就把核武器的使用權限 規劃到總統的手中 在不太緊急的情形下 例如美國主動出擊 要用核武器 美國先打擊他們所謂的敵人 這樣的狀態下 就改由到 美國總統就跟軍方那邊的參謀長會議 開幾輪會就會下達到這個 使用核武器攻擊的指令 所以那個分別就在了 如果有時間的話 他們就會開會 就由美國總統和軍方那邊 去開會作出決定 如果沒有時間的話 敵方的核彈都會打到 連會也不用開 美國總統可以直接作出核反擊的決定 分別就是這樣 所以 有人遇到美國總統不是經常在美國國內 他有很多時間 都出國做所謂的訪問 萬一美國總統就不在美國國內 而敵方的核彈 就在這個時候射到美國本土又怎麼辦 因此就有我以下說到的核發射公事包 相信大家都聽過這個很有名的核發射按鈕公事包 拍戲也有看過 這個造型黑眼 看上去一點都不顯眼 但異常大舊的物體就會由美國總統的隨行人員帶在總統身邊 這個箱具有20公斤那麼重 而且在這個公事包的外圍 還是有一層非常堅固的泰合金金屬 為了這個公事包製作到一個堅硬的外殼 在這個公事包上面有一個密碼鎖 在這個公事包的旁邊還有一條天線可以在包裏伸出來 這條天線就是一條衛星通訊的天線 確保去到全球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接收或發訊到訊息 所以美國總統無論去到哪裡都會帶著這個公事包 剛才我們說到美國總統自己本身不會拿著那個核發射按鈕公事包 整個20公斤那麼重 如果拜登拿得起也不用搞到今時今日的樣子 因此一般來說這個公事包就會由5個總統貼身的保鑣輪流24小時保管 這5個保鑣都是精挑細選 他們的組成部分5個保鑣裡一定要來自於美軍的5大軍種 經過輪選各拍一個人成為這5個保鑣 這5大軍種就是美國的陸軍 空軍 海軍 以及美軍的海軍陸戰隊 以及海岸警衛隊的成員 每個軍種各拍一個代表來輪流保管 一旦遇到緊急的情況下 總統會在這個保鑣的協助情形下打開核按鈕公事包 然後立即伸出那條在旁邊的衛星接收天線 用來聯絡五角大樓 據聞這個公事包裡面還有四本手冊在裡面 第一本手冊應該是圖中裡面啡啡色的那一本 看起來跟普通的文件沒有什麼分別 原來這本就是所謂的核打擊緊急廣播內容手冊 裡面有份稿 那份稿就是美國總統向美國民眾宣布給他們聽 美國使用了核工具的一份港稿 而在他旁邊的黑色跟他差不多大的那一本 這本比較重要 裡面寫了一系列的核打擊的預案 就像一個個套餐一樣 早就寫了不同的ABCD餐 我們可以這樣形容 例如A餐這樣算 就是發射一顆核彈去到蘇聯或者俄羅斯的某個地方 這些預案就一早已經寫定了 而當中最強的全餐 大家可以想到就是由美國的所有核彈一次過發射 所以套餐與套餐之間 都有不同的打法或者打擊力度 而且根據路邊社的消息指出 這本手冊裡面還寫到 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美國已經假設要打擊的目標 說明是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有預設到美國的核打擊目標 不僅僅說會針對著美國所謂的不友好國家 據聞到美國曾經在蘇聯的境內設計了多達一萬個 美國想打擊的目標就已經寫了預案 寫了進去 好像美國所針對俄羅斯的目標就有一萬個那麼多 而其他國家也不要以為可以逃脫 問題是預設到被美國所打擊的國家的目標數量是多與少 剛才我例如說到美國設在俄羅斯境內預設打擊一萬個目標 那就不要想著你澳洲和美國那麼友好 就不會被包含在內 而只不過是你被美國預設打擊的數目沒有蘇聯那麼多 可能也有五六個 五六個最主要的城市都寫了在手冊裡面 甚至乎有人說到連美國去國內自己都有某些城市被包含到 他們美國自己所發射到的核打擊範圍以內 這真是挺奇怪 所以我剛才也說過 萬一這個掌握了所有權利的美國總統 真的說要去壓制 當打擊美國某個城市 假設拜登判斷了 又或者什麼原因都好 要去攻擊美國自己本地某個城市的時間 命令一出來之後 即使接收到這個命令的士兵 剛好可能去家鄉 就是這次的打擊目標 他也不能說不 他也是要去執行總統這個命令 即使拜登判斷了也好 又或者他一時老懵懂 說錯了目標也好 也不能說不 聽起來非常危險 以拜登現在的健康狀況 他能不能夠揹得上這麼重的責任 難怪美國的特勤隊 也就是拜登身邊的貼身保鏢都很擔心到 他老闆拜登 整天晚上都會有夢遊的徵狀 萬一拜登夢遊那一晚的主題 就是美蘇大戰 那就大件事了 拜登立即拿起核發射的黑色公事包 就去到上演這場夢遊的其中一個環節 這個時間沒有人能阻止他 他們自己說的 美國總統就是由美國民眾選出來 是代表到美國人民最信任最好的選擇 所以即使連拜登夢遊也無法阻止他本人的抉擇 所以我片頭就說到 聽完美國的核打擊的發射程序 就真的非常危險 再說到其餘的那兩本文章 也有可能有機會阻止拜登夢遊 只不過是可能 聽完我說之後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 是否真的能阻止這個老敗頭 數到第三份文件 原來就是這個 核打擊時間的安全授權手冊 基本上這本文件只不過是驗證一下 禁制那個人的身份是否真的是總統 聽聞在這本手冊上有些暗號 那這些暗號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就好像我們看戲 看到武俠小說的時間 那些江湖人士 就會用上江湖的背語來確認對方的身份 這個原理就差不多 上面寫了一些背語 大家就當是一首打遊詩 總之國防部聯絡上總統的時間 就會由美國軍方那裡 說斷上戀 就要拜登說斷下戀 雙方這樣對得上 才能確認這個總統的身份 再加上第四份文件 上面再有一些看起來不知道代表什麼數字 這個就很理解 其實等同我們買一張太空卡 一啟動使用的時間 以前那些太空卡 就要打早密碼上去 其實他的原理也是一樣 在念完打遊詩再打這個密碼之後 拜登在蒙遊的狀態下就正式可以發射到這個核案樓 據聞還有一組最後密碼 就是由美國總統在上任的時候親自交給國防部那邊 以作最後的身份識別 有這個報導說 某年某月某一屆的總統 就為防自己忘記這組最後密碼 那就索性 簡單單單就設定了 那組密碼 就是123456789 也有人說是設定了九個零 聽起來就像小孩子玩一樣 等這個核案樓正式啟動的時間 但理論上還有一份走路手冊 在這裡就沒有掃出來 這份走路手冊當然是教美國總統教腳 裡面記載著很多萬一美國遭到核打擊之後 美國總統究竟要去哪裡躲起來的一份指南 通常躲在地下的防空碉堡 如果在海外或者不方便躲到地補的時間 也會安排到美國總統乘坐不同的特種飛機 例如空軍一號作出所謂的指揮和走路之用 大概美國的核工具發射流程就是這樣 說完美國說說英國其實流程也差不多 他也是有個手提包的 不過區別在於 雖然這個手提包也保管在英國手上的手裡面 就有幾個隨從幫他拿著 但是要按到這顆核案樓的話 就不是英國手上一個人說了算 他跟美國不同 英國手上必須要面對著國防大臣 以及三軍總參謀長的面 在三方都同意下才能夠啟動核打擊的預算案 所以大家看得出英國手上的權力遠遠不及美國總統 而另一個擁有核武的國家法國也跟美國差不多 法國總統候選人一旦當選成為總統之後 他全家人都要去到愛麗社公那裡住的 愛麗社公既是法國總統的辦公室 也是他們總統整家人住的地方 據聞在法國的愛麗社公的地底 也是法國的核戰略武器指揮中心 在他裡面有一間細小的房間 正方形四四方方 每次有新任的總統上任的時候 法國新總統也需要去到這間地下的小屋裡 接受到由上任總統所交給他的核案樓密碼交接儀式 指定要去到這個地點交收新密碼 據聞在現代來說 除了科技的先進 除了交收到這個密碼之外 還要在這間房子裡面進行到面部識別 指紋或聲音識別等等這些比較先進的生物認證的新項目加進去 有點像我們登入手機銀行一樣 當然法國遇到緊急狀況下 法國總統就可以直接躲進香荔社公的地底 去到核戰略指揮中心下達命令 如果不在香荔社公的時間也有一個黑色的手提包 法國官方稱之為法國核武的移動基地 和美國的發射流程都是大同小異的 說完這些國家之後當然重頭氣了 當然先說說俄羅斯 事實上俄羅斯的核發射流程其實和蘇聯時代一脈相傳 在前蘇聯時期的最高領導人都有一個核手提箱 而且這個核手提箱還有一個名字叫做切格特 這個名字是源於高加索山脈的其中一座山峰 當時以哥爾巴喬夫的計算是用這個手提箱和其他高級軍官聯絡 他需要輸入一系列的密碼和身份認證 證實身份後才可以下達核打擊命令 而俄羅斯最特別的地方是有別於美國英國和法國 除了總統之外俄羅斯國防部部長和參謀部部長都有核按鈕的手提箱 就不只有俄羅斯總統有的 發射流程就是由總統下達命令給總參謀長 然後再經過總參謀部下達指令就會發射到核彈 有人在這個時間會說不計二次大戰那次美國在日本兩個地方放了兩顆原子彈之外 究竟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沒有其他個案子 或者其他國家嘗試過打開這個手提包按鈕來下達指令發射核彈 難道這些手提箱的樣子是沒有作用的嗎 在這裡真的要告訴大家 片頭我提及過在這個世界上只是唯獨俄羅斯真的打開這個手提包來按鈕這個核反擊的指令 而只不過在千鈞一發之下核打擊這個決定是禁止了 數回這件事也沒什麼人知道 要回顧27年前1995年的1月 當時又是美國攪拌 美國和羅威在羅威的北面發射過一支火箭 這支火箭帶著各種各類不同的探測儀器 而發射到這支火箭的原因 就是要表面上說來研究一下羅威那邊的極光天氣 那些極光天氣有什麼好研究 想做什麼大家都明白 結果這支火箭在爬星道1400多公里高的高空之後 就已經完全遠離了大氣層很多 由於洲際彈道導彈 又或者比較遠程的彈道導彈 一般來說它的發射模式 都要射到距離地面 比較高的地方大概都是 維持在1500至2000多公里左右 整個發射模式雖然是一支普通火箭 但是就非常相似到美軍的三叉擊型彈道導彈 當俄羅斯那邊的雷達一探測到這支火箭的時間 它裡面的電腦所運算到的模式 一對和美國的三叉擊彈道導彈 九成九相似 無論它的飛行高度、速度和彈道都非常相似 所以在這個時間 俄羅斯就判斷認為美國人要發射到這個核彈 去打擊他們俄羅斯的本土 因此在當時的總統葉利欽 就立即將這個黑媽媽的核按鈕 手提發射箱立即打開 在進行到這個身份識別和發射程序 差不多全部程序都激活了的時間 核彈可以隨時作出反擊 幸運而已 在這個時間 那支火箭沒有再向俄羅斯的方向飛過去 而是往北極的方向飛過去 在千鈞一刻之際 幸好是立即轉彎 俄羅斯方面也算鬆了口氣 後來調查 證實到 挪威方面說到俄羅斯說了給你聽 我在這個時間是會發射火箭的 不僅我通知了俄羅斯你 我還通知多了30個不同的國家 據文再調查一下 俄羅斯方面有某些部門真的收過這個挪威的消息 不過這個消息沒有給相關的軍方人員 也沒有負責監測著俄羅斯邊境雷達站的技術人員知道 所以這件事真的險過剃頭 差點就搞了一場大頭髮出來 而事實也證明了俄羅斯說到要按這個按鈕 所以可能並不是我們想像中他們要考慮很多因素 而真的可以說到對應今時今日 我們可以說到萬一整件事案件重演 會不會有一些俄羅斯眼中的打擊力量 當是美國所支援的一些工具 當給他們使用的時間 這個工具是瘋的 看克里米亞這件事就知道了 萬一不小心 去到用這些工具的時間 觸動到俄羅斯 發射核工具還擊的那個按鈕 或者那個原則 這件事並不可能發生 而且俄羅斯 不會多想 總之所有條件合適的話他就會按鈕 所以在這個局勢那麼緊張的情況下 沒有人在這一刻可以寫包單說到 俄羅斯一定不會動用核工具 我相信沒有人敢寫這個包單 當然我們新潮民也不希望 在今時今日這個年代 是會有人動用核工具 再說 用到正式的核工具 就是這個發射程序 早兩天我在直播的時間也說到 俄羅斯還有很多不同的小型核工具 有別於傳統的核武 一般來說 這些小型的核武 它的威力值就等同 大概是10,000至15,000噸的黃色爆品當量 俄羅斯所謂到 他們的本土受到攻擊 而作出核反擊的時間 其實也包含著這些小型的核工具 由於他的威力和破壞力以及之後的延續性都遠比傳統的核工具低 俄羅斯的性格 再加上他有大量的小型核工具 其實他所使用的成本並不是高的 所以如果污仔再拆劃多兩宗克里米亞大橋的事件 又或者繼續死搶不放 我想也不用等下年了 今年還有兩個月內 歐洲的冬天可能就要伴隨著這些小型核工具的爆發 難怪這個默克爾默大媽退休那麼久 然後再度走出來說到西方世界是不必要聽到俄羅斯的意見 以及俄羅斯的聲音這樣才行 否則在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會有贏家 再次我為大家報道 就是目前這一刻如果大家在這個堅尼地城裡看出去的時候 依然看到來自俄羅斯鋼鐵富商莫爾達兆夫的超級豪華 價值香港40億港元的遊艇 這艘遊艇在10月6日來到香港停泊 而美國急不及待在10月8日已經發聲 發聲說被制裁的鋼鐵富商莫爾達兆夫 即使是他的北溪遊艇降臨在香港境內的時候 也絕對會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 還說香港應該是一直根據國際法國際標準 來打造香港的金融和營商環境 現在被制裁的莫爾達兆夫的艇泊過來香港水域 下次是他的人過來香港境內 這樣就會很容易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 分明就是美國多時打算口頭來威嚇 叫香港來配合他們西方世界的單邊制裁 我們香港也說得很清楚了 海事處就說香港是不會 也沒有這樣的法權去執行西方那邊的單邊制裁 還有順便提一提西方世界 就是任何和外交有關的東西不是我們香港管 是中央管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香港的聲譽不是我們來弄借的 是西方世界培育出來的炮灰 那些黃暴分子來弄借的 我們香港人尤其是我們正常的這班 是習慕旁貪來重建我們香港人的聲譽 而我們香港人的聲譽就是 但是生於香港的中國人的聲譽一直以來被黃色狂徒 貝祖亡中 尤其是BNO去英國的人士 讓我們的聲譽受創 就算去到西方世界都被你們看不起 為什麼你們完全全是知道 這班黃色狂徒被你們變成炮灰 你們還在笑他們走出來做炮灰 現在西方世界制裁什麼國家呢 中國伊朗朝鮮和俄羅斯 接下來香港就會大開水域 招待來自中國伊朗朝鮮和俄羅斯的遊艇甚至人士來到香港 看你美國可以做到什麼 你在美國要制裁人家的時候 所謂欲家之罪何患無恥 我們慢慢就在香港 匯豐銀行搞些銀行事 都被你們拿來做這個制裁的藉口 中大的法律系教授 有一個叫Ryan Mitchell的人 附和西方那邊的說法 香港如果接受這些來自俄羅斯的資產 遊艇甚至俄羅斯富商本人過來香港的時候 若然香港的企業 跟他有所交往的時候 都可能被人二次制裁 這位法律系教授Ryan Mitchell 來自中大的 是不是要多謝你一句 這麼擔心我們香港的企業受到影響 受到西方制裁 你很擔心我們香港沒有了西方市場 難以跟西方接軌嗎 你是擔心還是多嘴 你自己想想 現在世界分兩邊 沒有了西方歐美世界的合作和市場的時候 我們就有這個世界反美反歐 已經不吃他們一套的大市場 短期動盪是一定有的 但是過後的話 香港一定大有可為 如果以金融世界來說 歐美世界 就繼續玩你的制裁 繼續玩你的單邊主義 連瑞士都已經不再中立的時候 其他受救你們 歐美那一套國家的資金 尤其是想投資中國內地市場的資金 會去哪裡 終於都會來香港 這架超級豪華遊艇 真的非常豪華 排水量成萬噸 還有 可能因為船太大 經歷 想游泳的時候 走得太遠的水路 不能在海上游 艇上都有私人泳池 而且還有兩個直四機瓶 一前一後 不知道是不是國際航線和內陸航線 富商 莫爾達兆夫一時三刻都不會來香港 其實這架遊艇來到香港的時候不妨跟俄羅斯交涉一下 讓我們在上面可以坐下一下 豈不是一件樂士 這架遊艇有20間房 可以招待36人在裡面入住 如果在裡面搞派對的話 更加可能可以達成百人 絕對會成為中俄友好邦交的一個人人同樂的活動 當大家見識到這個世界居然有這麼豪華的遊艇 價值40億的時候 馬上香港一眾富豪他們的遊艇 很多這些兩三億內 甚至去到有個出名喜歡玩樂和享受品味的高級富豪 他的遊艇都是價值7億而已 馬上被給下去 所謂一山環有一山高 香港一眾富豪即時甘拜下風 我們新潮民在這裡絕對歡迎有更多來自俄羅斯甚至來自伊朗 甚至來自北朝鮮的富豪或者他們的遊艇或者私人飛機 過來香港到此一遊 順便給我們如果有機會上去參觀一下那就更加好了 我們香港是真真正正的國際之刀金融之刀 絕對不會執行西方世界的偏頗搬龍門的單邊制裁 不需要你那時候跟你敵對的時候玩制裁 但需要你那時候玩豁免的 一時一樣你對著他們說的話認真你便輸了 如今一艘遊艇停離香港水域 你美國人這麼緊張 你美國人不斷地把自己的軍艦全世界到處停泊的時候 什麼時候全世界要發聲 如今未成氣候 遲早全世界一起發聲 趕走你美國人的軍艦 說到這裡接下來要為大家報導的新聞 就是在美國時間的10月8日 有一個定案 這個定案就是來自剛剛9月的時候 美國的軍備製造商洛揭馬丁 停止了他們的F-35戰機的交付 其原因是因為裡面有一個發動機 裡面有一個發動機的組成合金 就是中國的合金 就是因為用中國的原料所以要停止交付 因為美國很有型 說自己不會用來自中國的東西 尤其是軍方那邊 所以9月的時候要停止交付 停止交付給美軍 甚至停止交付給國際的客人 直到現在10月就有一個定案了 這個定案就是對來自中國的合金進行豁免 就是說美國的軍方正式跪下 接受中國的合金 為什麼不用神戶的合金 不用神戶港 其實美國的軍方也好 NASA也好 但凡他們要進入一些零件 引擎的時候 就會看看是不是來自中國 是不是中國製造的 若然找到那樣東西 是中國製造的發動機也好 零件也好 部件也好 他們第一時間就會有幾個套路 第一時間就想想有沒有替代品 沒有替代品的時候 就想想可以在美國做 美國做的時候 就看有沒有人來應投 招標 但若然發覺在美國製造的時候成本又貴 又沒有人願意做 發覺自己在美國製造 原來就算有科技也不夠工程師去做的時候 那又怎樣 那就玩了 策略性豁免 這些就是美國的幾步曲 這些幾步曲過去幾年都玩了很多次 無論在科技 機件 甚至糧食上 輕工業產品上都搞了很多次 如果不是來自中國的出口商品的時候 怎麼會這麼多行都說要豁免呢 說起來 這次來自中國的合金 有沒有危害到美國的國安 你知道他們多麼敏感 他們說來自新疆的棉花 和來自中國的合金 都會內場一些偵察儀器 隨時會偷聽美國的資料 都是任他們說 話說F35戰機裡面 就有一個引擎的油泵 裡面的磁鐵合金 就是中國的合金 因此美國就不斷地想找替代品 如今十月找不到的時候就豁免了 當有求於中國就會自然豁免了 同時美國有另一個叫亨尼華爾的製造商 就說找到這個替代品 其實所謂找到替代品 都是一個很巧妙的說法 我就當有一件基件 是中國已經佔了這個世界九成的時候 還有一成都不是中國製造 但是這一成雖然不是中國製造 但是也可能在買中國的原材料 鋼鐵原材料來做 所以其實都跟中國依然有關 所以其實市場上 十成十都跟中國有關的時候 就看你怎麼玩文字藝術 就例如說我們中國有一個叫做福建龍溪俗成集團 就是一些基件裡面的關節俗成部位 所以若然我們中國不供應出去的時候 其實你不要說美國甚至日本和德國 那些基件都要跪下 而其實F-35戰機 若然你是這麼敏感的時候 不妨進廠 將裡面的部件拆出來的時候 逐樣來數哪一樣是跟中國有淵源的時候 都相信也有時間去數 現在美國說到的F-35引擎裡面的其中一個部件 就是一個油泵 這裡真是搞笑了 因為根據美國也好 外媒也好 或者那些黃友說的說法也好 就說到中國的合金技術 由於練的鋼石太差勁了 所以是不可能做得到高性能的發動機 同一時間F-35的發動機性能非常好 還被這些人被譽為是中國永遠無法超越的發動機 但是現在諷刺的地方出現了 黃人和外媒所說到很厲害的F-35發動機 全宇宙無敵 但同一時間 裡面就有一些組件 一些合金 就是由中國生產的 那究竟永遠都沒有可能 製造到先進發動機的中國 由於它的合金技術太差勁 但是同一時間 它的合金又組成他們口中所說的全世界最強發動機 看來很矛盾 而且根據之前那些有心媒體 傳了十幾年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中國連原子筆那顆原豬頭都做不到 又是因為說到野鋼和合金的技術太差勁 如果搬用到這次美國這件例子 我們就可以說到美國連他的戰鬥機F-35裡引擎的其中一個油砰 都沒有能力做得到 所以它的合金技術實在太差勁 因此是不能夠在這個世界上站穩陣腳 其實把那些名詞代替換回這次F-35這件事件 那個故事都是這樣寫下去的 所以就說到什麼部件是某個國家製造他們自己說的 就代表這件事不是全國產化是失敗的 是代表這個國家沒有技術沒有含量 一輩子都不能抬頭 看來他們說的是美國 所以說到這些人根本就是有心在雞蛋裡面挑骨頭 如果事情發生在美國的時候 就提也不提也不提也不提 如果這件事在中國發生的話 他們就如獲至寶 做了新聞去唱衰自己的國家 這些就是雙重標準 其實如果要計算淵源的時候 這個世界有什麼不是來自我們中國發明 有什麼不是來自我們出產的 很多人都說這個世界有文明古國 但是真正的文明古國能夠延續到今時今日只有我們中國 說就說我們中國五千年歷史其實根本就不是 告訴大家 最近在這個浙江的橋頭上有些出土的文物 發覺裡面有一句驅學 而這句驅學原來經過探測是有九千年歷史的 就是我們中國根本有九千年歷史 而不是原始是有文明的九千年 因為這句驅學是抱著一句陶瓷 也就是我們香港這邊 經常的網民說 你們西方那邊一天到刻 政治人 政客在中國中國中國 你們不悶嗎 你們沒有其他東西說的嗎 甚至你們用的陶瓷瓷器都是叫中國 那不如你們全部都不要用吧 你們不用用了 這句九千年的驅學證明了中國有文明 是超過九千年的歷史 而我們中國影響得全世界最深遠的就是陶瓷文化 請大家一會留意片尾 如果想響應中國的陶瓷文化推廣 如何意義深遠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國際性活動 讓大家一起參與來享受這個榮譽 再之後為大家報導 美國的特斯拉老闆馬斯克最近說了一番說話 就說中國和台省那邊兩岸文化導致有所衝擊和磨擦 是不能夠避免的 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把台省變成一個特區 好像香港那樣 但是跟香港的政策有所不同甚至更寬鬆 這就是最好的解決問題方法 這件事讓我們香港觀眾聽到的時候 就會笑一笑 有些人就會覺得 你也是撿我們國家領導人的口水尾 大家都知道香港走一國兩制的時候就是做一個先例 接下來如果收回台灣省的時候就會在一國兩制 在那裡實施 但是這番說話 這些已經是事實的事情 卻令到台省那邊有一眾的官員和政客 嚇得整個彈起 彷彿走至受驚的小動物 不斷地養天叫哭 話說台省那邊是藍綠人士 就呼籲既然特斯拉老闆說這些說話的時候 就要整個台省一起無限期來限制特斯拉這個產品 還要呼籲全世界的民主自由的角度一起抵制特斯拉 民主自由角度 走投的拿著這個旗號走投就是美國人 美國人會不會陪你一起抵制特斯拉 告訴你特斯拉老闆未來有可能2024年做美國總統 那些藍綠人士民退黨 不過這次不止民退黨人士說這些說話 稍後慢慢介紹哪些人在那裡呱呱吵 話說台省那邊也跟金融時報有同一口徑說到 若然兩岸有什麼磨擦的時候會影響的很深遠 影響的是全世界30%的全世界經濟 甚至有可能連蘋果 特斯拉這些公司都會受到影響 這個是若然南海這邊有任何磨擦和軍事行動才會造成的 不是我們中國收回台灣省會造成 不是你們台省抵制特斯拉會造成的事 不要硬拉在一起說 好像說到兩件事是關事的 你們台省要不買特斯拉這件事 相信如果馬斯克聽到的時候他就會心想 哇你台省不要我們的電動車 真的是大生意來的 真的有很大影響 那他不就要很害怕 這麼大的市場 想撬起我們整間公司嗎 還有台省那邊甚至呼籲 要無限期限制特斯拉老闆馬斯克不能夠吃他們台省的茶葉蛋 還有腦肉飯早上起床拿著我們一杯珍珠奶茶 問你怕沒有 我們在這裡扯一聽 台省那邊的政客在說什麼 這些政客分兩班 民退黨那邊一定很多 想不到連國民黨那邊也有人說 民退黨其中一位立委 就說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國都會和他們站在一起 特斯拉老闆說這番話就違背了他們台灣人的議員 就促請馬斯克要改他的言論 要不然全世界都會一起不買特斯拉的產品 民退黨另一位就是立法院的院長 他曾經也是台中的市長參選人他叫蔡其昌 就說他自己說明說台省是一個主權獨治的國家 有他的民主自由和法治 而馬斯克說這些話的時候應該想清楚 不可以有偏頗 還有接下來新聞報導的時候 就是說今天雙十的日子 不應該這個時候說這些話 還說馬斯克因為有他的事業在中原地帶 就是說我們中國內地 所以說話會失準 說到這裡既然你也知道台省市場沒辦法跟中原市場來比的時候 就應該知情識趣 適當的時候就應該病了 國民黨那邊有個叫做盧秀燕他是台中市長 他有個競選部的總幹事叫做江啟臣 就說到了很明顯 全世界都在憂慮台海的安穩 他還說台省作為一個主權的獨立國 他是國民黨的人自己這麼說 這個是台省的民意 就不希望這樣的穩定的局面受到動搖受到破壞 連同台北市市長的候選人蔣萬安都走出來說 我愛中華民國 我愛台灣 九不達八叫什麼呢 台省那邊的台澎金馬 他們台省人就會好好守護 總之每個人就在這裡呱呱吵 你們台省人到底有沒有骨氣 你們剛剛那個特斯拉老闆他的產品 是來自美國的那一部 才撞了你的台省省保林志榮 你不是應該譴責他嗎 應該早就不賣他的東西 當然你不賣他的東西的時候 他也不太介意 因為的確馬斯克在上海有這個設廠 而中國市場在2021年也佔了整個特斯拉集團的營收 雖然如今就有病情 影響了馬斯克在中國發展的鴻圖大計 不會再在其他地方設廠 但是會擴建上海的工廠 再收更多的人 特斯拉老闆還盛讚中國的工作人員全部都積極 上進 還願意加班 反觀美國人天天想辦法不上班 大家都知道台積電是來自美國的 所以嚴格來說應該稱為美積電 你美積電的時候 一有什麼移動的時候 就不供應光刻機給台省那邊 來做晶片 那你們就會蕩然無存 只會剩下台積藥而已 有網民就在這裡笑言 若然台省那邊不加入Tesla的時候 但是可以開始加入我們中國的比亞迪 我們的中國的比亞迪 性價比高價廉物美 而且受到廣大的市場歡迎 剛剛大家都知道了 德國那邊有租車公司入了數以十萬架的比亞迪 其原因很簡單 因為電動車環保價廉物美性價比高 最重要就是我們中國訂得出我們做得到 為什麼不支持歐美那邊的電動車 甚至德國的人說為什麼不支持我們自己德國貨 因為你們說得出做不到 你們哪裏可以在幾年間跑出十幾萬架 你們做不到 而且性價比租車公司要賺錢 你們滿足到嗎 它的margin Tesla老闆還有另一個特別的產品 這個特別的產品叫做星鏈 星鏈如今的使用就是在這個世界很多不同的搞事地方 美國在裡面搞來亂搞煽動 然後在斷網的時候都用星鏈來協助搞事 星鏈也變成了一個搞政治 搞入侵手段和搞動亂的一個協助工具 你們台省不是很想搞事 很想脫離中國嗎 到時候你一定要用星鏈 你抵制Tesla老闆你玩不玩得起 嚴格來說沒有Tesla老闆你們也沒有資格搞事 Tesla老闆極有可能 是會在接下來2024年 會是呼聲最大的美國總統 他早就已經揚言過 若然他成功收購Twitter的時候 就會開放特朗普的帳戶 但凡他說一句的時候 Twitter的股價就會即時上去 收購失敗的時候 Twitter的股價會跌足七八成 可以說是在這個科技領域裡面Tesla老闆是翻手為雲 覆手為雨 而台省那邊可以如何自處呢 有人就知道台省那邊 美國將會對他進行跟烏克蘭那邊同樣的戰事 就是窮污戰略 窮污戰略令到烏克蘭人什麼都沒有 又沒有經濟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反而就會令他更加勇於出來搞事 背水一戰 輸送大量的武器 被烏克蘭那邊跟俄羅斯來搏 台省那邊的情況也一樣 就是盡量想讓台省那邊的人沒有什麼好做 男的就做粒東西 女的就做粒粒 就跟烏克蘭那邊的情況完全一樣 誰知道其實大家自從緬甸和柬埔寨這個圓區事件 大家看得到了 其實真的實現了 那些圓區男男女去做的事 有超過八成的人都可以自願 而且那裡真的是他們來開拓 虎主一定有 不是沒有 但是就不要說全部都是虎主 不要玩道德捆綁 但凡這個世界有些社會三害 有些不法的企業 有些不法的派系之爭的時候一定是有虎主的 但是不要說到台省藍藍藍藍藍是無辜的樣子 因為反正什麼都沒有就跟你抱著一起走 那會不會源於異常呢 其實真的好看我們打一條經濟戰線 若然我們成功令到台省那邊分了兩邊的聲音 我們成功令到一邊 親我們祖國認祖歸宗的人士能夠富起來的時候 富起來的人就在那些台省人的隔離的時候 自然有一幫看風洗利適時募者的人 就為了賺錢 為了更好的生活享受 也會站在中間那裡賺紅利 自然就會幫忙按住那些刺激搞不定的份子 跟烏克蘭那邊情況不同 烏克蘭那邊真的沒有出頭天 所以當馬斯克說台省那邊會有一個特別的行政區的時候 雖然大家都知道一國兩制會在台省實施 然後收回來的時候 極有可能會是這樣的 又或者好像之前我們的領導人王毅 也說了一番說話就是一個自治區的概念 你們要形容台省的 但是也知道我們香港所發生的一切也會在台省相繼發生 台省那邊已經輪了這麼久的時候 在它很多行政、立法、社會上各個 公營系統也已經有一套制度 裡面也潛伏了很多陷阱 就算你收回台灣省的時候 適時他們裡面的人 背祖亡中的人甚至外國勢力 在裡面適時來搞事 所以不要說 以力來收回台省 就算我們成功收回台省的時候和和平平的話 裡面都是一條很漫長的路 為什麼讓台省的人身心都回歸我們祖國 一起來合作發展 還有很大的功夫要做 再之後讓我艾力跟大家說一下 在上一集 格仔跟大家分享了 老美去怎樣用盡所有的方法 去圍堵我們國產客機C919 以及我們中國有什麼方法去自救 正當在美國用盡一切的方法 企圖阻止我們國產客機 衝出國際的時候 最近在加拿大的蒙特利爾 剛剛舉行了一個聯合國的航空大會 而且已經有國家率先說到 將會考慮引入我們中國C919的客機 這次第一個出來表示有興趣的國家 就是尼日利亞 尼日利亞的航空部長哈迪西里卡 在聯合國的航空大會跟記者說 作為一家將會在2025年新面世的航空公司 原本之前已經考慮會引入空中巴士以降波音的客機 但既然現在C919已經得到了飾航證 那當然這個採購名單也會加上C919在裡面 而在這個時間 場裡就有記者問他 C919只是得到了中國的飾航證 什麼你不怕它有安全問題嗎 這個時間尼日利亞的航空部長就這樣回答他 你要知道中國是全世界的航空機檢測最嚴格的地方 既然他可以取得中國的飾航證 也證明了C919是一部安全的航空機 航空部長這個回應非常有霸氣 隨即令到在牆裡原本想著對我們中國航空機 下馬威的西方記者嘢都不能嘢 這樣說回頭 雖然現在還未能確定 C919最終是不可以得到老美和歐盟的飾航證 但其他的好消息一度都接種而來 就在我和大家報道的這一刻 我們的C919已經和27個國家簽署了多份的雙邊飾航協議 其中當然就有巴基斯坦以及俄羅斯這一類和中國友好的國家 但小想不到的就是竟然連澳洲加拿大和巴西都竟然榜上有名 什麼你們不是經常說要抵制我們中國貨的嗎 不過香港也有說口裡說不 身體卻很誠實 在這個世界裡只要我們中國做到的產品 它的性價比必定會比其他國家高 難道真的像你波音一樣 隨便找一架舊飛機 更新一下裡面的軟件就當新飛機一樣嗎 而對於在未來要得到歐美飾航證 我自己就覺得拿到歐美飾航證的機會比較大 首先C919作為我們中國民航客機的第一炮 現在大部分訂單都是來自國內的公司 和主打國際市場的空中巴士的衝突比較少 第二就是在我們國產客機即將拿到中國飾航認證之前 中國的三大航空公司依然願意和空中巴士達成了一張價值380億的世紀大單 其實裡面所包含的意思是非常簡單 就是要告訴歐盟我們中國市場之大是絕對可以容納競爭 但是大前提競爭必須是良性 跟我們中國做生意我們可以做到雙贏 但是絕對不會接受像美國一樣在玩手段 現在中國雙飛已經和28家公司簽訂了超過800架C919的預訂單 價值已經超過5000億元人民幣 之後接下來也會有34架飛機 落成之後率先會送到海外市場 外界就這樣分析 C919的總銷售量應該可以達到2000架左右 其實這樣的成績對於這家剛起步的民航客機製造商來說已經非常不錯 不過就有人這麼說 尤其是那些對價 他們就說有什麼值得開心 這架所謂的國產客機只不過是左砌右砌 零件不是要靠外國進口嗎 還學人說是國產飛機 叫山寨飛機就差不多 由技術層面來說 C919 沒錯 飛機的整體只有六成是中國生產 就例如最關鍵的發動機 上一集格仔也有說過是由美國控制法國的塞鋒集團所生產的 渦輪系統也是美國的 而其餘某部分的機電系統也是由美國和歐洲的企業提供 而我們中國主要研發的部分就是飛機的頭、身、翼和尾 不過千萬不要小看我們所自主研發的這些部分 因為一架普通客機上至少就有450萬個接口 而要設計得出一架飛機可以融合不同的制動系統 還要可以飛得起 絕對不是一件異事 也可以說是研發的一架飛機最困難的地方 等一會我就會舉兩個實例給大家聽 不過現在就要說回C919只有六成國產化被人笑的這個問題 真的要教育一下這些無知的人 美國波音的747客機相信大家都應該聽過了 大家又知不知道它的美國國產化佔率又有多少 原來不到四成 而一架747客機裡面的零件就超過500萬個 主要是由六個國家、500間跨國企業 超過15000個中小企生產和供應 而在這麼多間供應商裡面 當中有大部分都是來自我們中國 而至於另一架波音787客機 不僅用的零件不是由美國生產 它裡面機身的四成設計 還要由日本人來擔當 不過我想說的就是 在製造飛機的行業裡面 運用全球供應是一個慣用的行規 波音是這樣 空中巴士也不例外 畢竟從技術角度來看 世界上暫時還沒有一家公司 是可以完全做到百分百自轉研發和生產能力 我就不說到這麼遠了 說一些容易點名的例子 就好像手機一樣 蘋果的iPhone又有多少是自己生產出來的 iPhone的螢幕是韓國三星的 鏡頭是來自日本的機殼 以及最近被爆出來的儲存芯片是來自我們中國的 其實整部iPhone裡面 5903成是來自美國 當中就主要涉及電話整體的設計方面 所以小子一個電話也會運用全球供應 更何況是一架超過500萬個零件的飛機 而且不是說把零件搭在一起 隨便打到電話 聊天就說沒問題 一架飛機 弄了出來之後 首先就是要飛得起 然後還要通過一系列 全球最嚴謹的安全測試 才可以投入使用 就是因為有這麼嚴格的規限 一架飛機的設計 就是它取決成功或失敗的關係 也因為這樣 C919在我們中國團隊研發的動力設計下 令它相比起同級的737客機 省有程度提高了30% 而且更方便維修 不過由於美國不斷挑釁以及強力圍堵下 在2017年 C919的國產率 原本只有30% 而去到2022年的今天 已經實現到國產化60%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中國將會成為第一個 可以完全實現自主研發 以及生產客機的國家 剛才我跟大家提過 有兩個國家 在生產飛機的零件是非常之厲害 但是因為失敗的飛機設計 而導致到最終都沒辦法 有自己國產的客機 這兩個被我們早起步 但又被我們爬了頭的國家 一個就是日本 另一個就是俄羅斯 在2000年的時候 日本政府就啟動了一個大飛機研發計劃 當中參與的企業包括有30重工 穿旗重工 複式重工 以及豐田汽車 這些日本一等一的製造商 當時這群壯志紅心的家人就說 是要在2013年製造出 第一架日本的787客機 但最終當然就是失敗收場 到了今時今日 在日本已經沒有人再敢看這個計劃 笑就笑完了 理性點去看這件事 日本失敗的原因主要就有兩個 一方面 日本就缺乏 好像中國 所擅長的系統整合技術 就算它的零件做得多出色 但因為飛機設計缺陷的關係 整出來的飛機一直都符合不了安全的標準 而另一個原因 當然就跟他契大佬美國有關 如果日本可以自己搞到一個客機出來 美國的波音自然就會多了一個競爭的對手 就好像90年代的汽車市場 隨著日本車的出現 這就令到美國很多汽車製造商都損手爛腳 美國當然就不會重蹈覆轄 讓這件事發生在他們壟斷的飛機市場 因此美國的測試飛機機構 就以各種不同的手段 好像現在對付我們中國的客機一樣 將日本研發的飛機完全排出在他們美國市場外 說完日本吧 俄羅斯又如何呢 在蘇聯時期 確實是集合了一大堆科學家 製造了不少經典的作品 就好像引號為 土104是世界上第一架噴射式的客機 不過自從蘇聯解體這麼多年之後 由於缺乏研發資金的關係 它的客機技術一直停滯不前 其實在2016年也曾經搞過一架命名為MC-21的客機 不過飛機的發動機已經交由美國去生產 直到現在有MC-21的客機都還沒投入量產的階段 總括來說 我們現在中國擁有的正正是日本和俄羅斯都缺乏的致性條件 在研發資金上 我們中國的企業是得到國家大力的支持 而在關鍵的技術上 除了我們中國科研人才輩出之外 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不甘心被人看死的決心 《世界航天雜誌》 這本《航空業界供應的天書》 它的主編羅柏格就這麼說了 如果要在未來短時間 要看到C919 在一些好像漢沙以及瑞士航空 這些這麼大型的航空公司出現 這個說法一點都不實際 但是長遠來看 絕對就有這個可能性 空中巴士和波音這幾十年的壟斷地位 但是如果被我們中國雙飛打破的話 不一定是壞事 因為健康的競爭方式 才是對全球的乘客最合適的局面 我就在這裡預祝C919早日拿到歐盟的飾航證 飛行全世界 現在呼籲的時間新潮民很慶幸能夠獲得 香港幼兒藝術文化協會 所邀請來推廣 一個非常意義深遠的活動 在9月尾的陶瓷製作的親子活動已經開始了 而接下來11月15日就會自止 香港幼兒藝術文化協會 所製作的陶藝創作比賽 現在過去這兩年來都舉辦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除了響應祖國和聯合國的海洋十年科學計劃 推出了和聯合國教科民組織一起舉辦的國際陶瓷 親子製作活動之外 剛剛也和江蘇進行兩地文化交流 我們香港人眼中的江蘇 江蘇人眼中的香港 很多學生西蚊們都做了很精美的陶瓷作品 公開來參展 而今年適逢香港回歸25週年 今屆的比賽題目就是 我們眼中回歸25週年的香港特區 這個主題歡迎親子們一起參與 參與的幼稚園和小學 很多間涉及的家庭有15000個 同學們所製作的展品將會在香港多個地方 甚至會在佛山東莞大灣區的城市將會來展出 如果想響應這個親子圖藝製作比賽的時候 請參與頂至留言裡面所提到 幼兒藝術文化交流協會圖藝比賽的連結 甚至在網上也可以參與幼兒藝術文化協會的網站 來到細月詳情 另外我們新潮文為大家早前密識的大灣區企業管理證書課程 100個同學就已經圓滿畢業 而且大讚裡面的內容非常豐富 對我們香港人上大灣區發展所需要了解的政策 稅務優惠 戶口安排等等 這些東西短短兩堂裡面一次過跟大家說了 但不只是這麼簡單 因為這些資訊其實大家如果用心在網上找一下都會看得到 大家參與這個課程就會知道是來自各行各業 不同的成功人士和港師來分享給你 如何利用這些政策來有技巧地減低自己的風險 擴大自己的利益 減少自己的成本 還有利用自己的香港人和在內地發展的優勢 甚至在課程內容裡面也添加了大量不僅在大灣區發展 甚至是在中國發展裡面的營商心得 如何建立自己的人脈 還有交憑結有 我們也請了國宴級的導師 來解釋中國的宴會禮儀 點菜宴會安排甚至敬酒文化 這個大灣區企業管理政書課程是我們新潮民 連同國際企業培訓集團和嶺南大學的持續進修 學院來合辦 年尾這一場已經有確實的日子 就是11月尾26日至12月頭10日兩堂 再說一次是26日和10日兩堂 請大家聯絡6031633 來拿報名的詳情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結束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